第三章 耶稣比摩西更佩得荣耀 同蒙天照的圣洁弟兄亚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切立他的尽忠 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尽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佩多得荣耀 好象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 摩西为仆人 在上帝的全家诚言尽忠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上帝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当境界硬心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仗在旷野 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 试我 探我 定且观看我的作为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 我厌烦那世代的人 说 他们心里上上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路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传着 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上帝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肛硬了 我们 若将起初 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 有份了 经上说 你们今天 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惹他发怒 的日子一样 不信之人 不能享受安息 那时 听见他话 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岂不是 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来 的众人摩 上帝四十年之久 又厌烦 又厌烦谁呢 岂不是 那些犯罪 尸首 倒在旷野 的人摩 又向谁 起誓 不用他们 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 向那些 不信从的人摩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